您好 欢迎收看6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首先来看到花莲的疫情消息 17号新增了两例确诊个案 都是从德阿嬷家群聚延伸的 两位确诊者都是二女儿夫家的成员 整个大家族累计15人染疫 经过疫调证实 染疫员都是同村曾经赴桃园工地的工人 花莲17号新增两例确诊案例 现在许申卫 秘书长张一华 以及卫生局长住家想召开防疫地形性的计则会 由于即日花莲多起确诊原因 与家族群聚有关 现在许申卫 呼吁乡亲品质的抗新冠居家守折 不共识 不聚餐 不串门 居家要通风 环境情消毒 卫义厨房共同落实防疫的工作 一定有9个人来确诊了 所以整个家族的群聚非常的严重 所以再一次呼吁大家 不共餐 而且保持空气流通 室内家庭的环境 清洁 消毒很重要 另外餐厅还有卫浴 浴室非常的重要 非需要好好的整理 而且非需要严格的倾销 所以在共住里面的环境 一定要保持空气的畅通 17号的个案13569 13570 皆与案13195家族群聚有关 案13569CT指35 公共足迹报告的6月2号到12号 在中滨南滩 阿地滨南滩 从洪三号 6月4号在从德集会所赛据阴信 6月12号因为孙女案13304列为隔离 6月12号经布里花林医院PCR裁检 以及复院之后 裁检结果为PCR阳性 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家庭之间的互相的传播 那今天确诊的这个个案呢 第一个是13569 那13569呢 他是一个50多岁的男性 那他的CT指是在35 那他的职业是打零工 那当然他的接触史就包括他家里一群人 他们也在工作上有互相的学习 所以其实因此我们把这两个个案 这两群的个案因着这个连接点 那刚好可以连接在一起 那在6月3号比较特别的时候 他会跟他的堂妹跟婶婶 就是我们的三女儿 还有这个孙女 他们一起在家共餐 那也是因为这个家里面有人这个确诊之后 所以在6月13号 带到从德集会所做抗原快担是一信的 那刚才因为刚才讲 那还是因为有人确诊被隔离之后 在这个6月15号 到这个布里花里医院去采检核酸检验 那第一次的那个PCR 这个CT指是41.2 是非常的高 因此呢 这个我们的中央的研检中心 就建议我们再做二采 因此在6月16号再做一次 这个PCR是34.6 现在许专业提醒 由于有部分确诊者属于无症状代言者 会相信务必保持警戒 落实防疫 只要相信在家中或户外 都要做好防疫的工作 被感染几率将会大幅的降低 欢迎出了一些大力宣导部群聚 以及戴上口罩 警政单位也会加场巡逻 又相信发现有违反防疫规定的情势 请拨打110通报警犯来採处 记得继续华斯威了